路生聊心事 继续回到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台湾节目 我是张婉如 在这一集的路生聊心事呢 我们请到的是 位在台湾嘉义中正大学 传播学系的同学于秋雨 秋雨呢在今天要跟我们来聊 最近很红的一个话题 就是柴静的纪录片穹顶之下 一位在台湾读书的大陆学生 看过了柴静的纪录片之后呢 怎么样来思考两岸的环境议题呢 其实秋雨有她自己读到的观察 我们先邀请今天的一日主持人秋雨出场 大家好 我是来自大陆那边的交换生 现在在国立中正大学学习 然后我叫于秋雨 秋雨现在是念硕士课程 对不对 对 我们之前来的几位大陆同学 大部分都是来台湾读大学 或者是做台湾的这个大学交换学生 可是秋雨硕士来到台湾念 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选择 我也觉得其实本科生来台湾可能有更多的机会 因为可以参加很多的社团活动 但是我之所以在研究所的时候 还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台湾呢 是觉得因为我自己在研究生期间 研究的方向是文化传播 然后就觉得台湾和大陆文化是同根同源的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表现出了很多不一样的表现形式 不管是人民啊 他们的处事方式 还有很多理念都有差异 然后我非常希望能够通过这一个学期的学习 更多的来观察台湾的社会 台湾的人 在台湾念研究所的课程 跟在中国大陆念研究所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对这种学术的投入吧 就是我感觉我们大陆那边的研究所 可能更多的强调一个就是老师的带动 然后大家看书 这边研究所就是会每次上课之前 老师会安排很多的paper 然后让我们上课之前要看很多的书 然后上课讨论 我觉得这样的氛围还是挺不错的 的确也让婉如想到 我以前念研究所的时候 上课只是一个跟老师做互动讨论的时间 你前面要读了很多相关的基本资料 然后才能够有充实内容跟老师聊 对不对 对 带着问题去课堂上 然后挖宝回来 那邱宇今天你来担任我们的一日主持人 其实要跟我们聊的 这个问题其实很严重 我今天主要想跟大家交流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两岸的大气污染状况 以及如何治理 还有台湾这边的一些经验 和我值得大陆那边学习的地方 因为我自己生活在的省份是在大陆的南昌 江西南昌 然后呢 其实江西省的话 不知道大家台湾的朋友们是不是知道 就是更多的时候也都是以旅游业为一个主打的产业 所以那边有山有水 所以环境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在原来的印象里总感觉到 所谓的大气污染 很多时候都是工业排放的一些黑黑的烟啊 这样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原来生活的学校又是在郊区 所以就一直觉得环境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也从来没有对大气污染引起一个重视 然后也是刚刚宛如姐提到的柴镜的这个影片 穷顶之下 它是记录了大陆的一些雾霾的一些基本情况 给大家做了一个普及 然后里面也提到说 这个大气污染 尤其是这个微颗粒 也就是PM2.5 它对人体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影响 然后会带来很多的疾病啊等等 然后来了台湾之后啊 有听台湾的老师也说到 其实台湾并不是像我来之前所认为的那样 就是宝岛到哪空气都特别好 老师就有说到说 我们生活的学校就加益 它的空气质量就并不是那么的好 然后PM2.5可能在整个台湾来说也是挺高的 所以说台湾的同学很多 平常出门就会有戴口罩出门这样的习惯 江西是没什么同学戴口罩的 对啊 我感觉可能只有那种污染特别严重的 像北京大家所知道的才会有戴口罩这样的习惯 可能对身体健康这块的重视程度都不是很够吧 所以秋雨在今天节目会谈到 她在台湾生活这段期间的一些观察 当然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现象 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去解决呢 再等一下我们的受访者会跟大家做更详细的一些交流 我们稍后就要请秋雨来担任我们一日主持人 跟大家来聊这个非常关键的问题PM2.5 好 谢谢宛如姐 大家稍后见 哈喽 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来 我是今天的陆生聊心事的一日主持于秋雨 那么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的嘉宾是谢碧如碧如姐 她是社团法人台湾环境资讯协会专案经理 她有连续十年的从事两岸环保媒体 还有NGO交流项目的工作 而且致力于环保的倡导已经长达了二十多年 毕如姐欢迎你 主持人好 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毕如姐呢刚刚看大家也跟大家说到 她是一个非常重视和关心环保问题的这样一个热心人士 然后她也从事了这么多年的两岸的环保的一些相关的议题 然后就想先请毕如姐为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在这二十多年的一个实践和观察当中 两岸的这个整体的一个直观的印象 你觉得环保上面是有一个怎样的直观印象呢 台湾的环保概念其实是比中国大陆早了一点 我们应该一直在讲说起步早了 但是现在我发现其实中国的环保团体也开始一直努力的在直追 那其实大家在做的方面 我观察到的其实是刚开始中国内地的伙伴们 大部分会是以关心水的议题来起步 因为水是中国的母亲壳 常常都会这样一个用母亲来代表 然后也因为水污染太多的 台湾的一些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一些污染的产业 慢慢的转移到中国大陆去的 那造成水污染的严重越来越严重 所以让许多民众开始觉醒 要开始保护环境 然后应该是在2010年左右开始 才发现中国的空气也出了问题了 其实也不止在2010年 其实我在2006年开始做两岸交流的时候 我在高雄的一个柴山山顶上面 寿山 其实台湾人我们称为寿山公园 那边有一个当地的环保人士跟我讲说 其实他在山上常常请 带请去的游客看整个高雄 然后刚到高雄都是懵懵的一片 那他会问说 大家看到的高雄 这样懵懵的大家觉得如何呢 然后有年轻人就会说 哇非常的浪漫 然后非常的好看 可是他说他心在淌雪 为什么 其实那时候知道的是说 其实那时候是有沙尘暴 就是从中国飘过来的那个沙尘暴 其实那时候就已经影响到台湾了 但是台湾那时候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到2011年我去看黄河低大湾的时候 我们在郑州发现了 中国大陆的一些志愿者 他们身上会背着一个仪器 那个仪器 我就一直觉得很奇怪 他们就到处跑 到处去测 我就问他们说是测什么 他们说是测PM2.5 那时候我真的还不知道有这种东西 可是发现 今年开始 我们台湾也已经开始要测PM2.5了 因为好像我有看到数据就说 大陆它也是从2012年 然后它就调整了整个的这个环境污染的指标 在之前是用API 这个指标里面没有包括PM2.5 然后现在12年之后 用AQI的话 它就增加了PM2.5 还有那个臭氧啊 这几个的浓度 然后台湾可能也是在同一个时间 就是有增加这个PM2.5 这样一个专门的测量的指标 然后好像大家之所以会这么恐惧 可能是之前台湾 大家不知道台湾朋友知不知道 就大陆上个月有出一个 还蛮有名的纪录片 然后它叫雾霾之下 然后是柴镜它拍的 然后里面也有提到说 PM2.5如果超过了35的话 就会对老人啊 小孩还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有危害 然后同样就是如果超过了65的话 就会对所有的人都有危害这样 然后刚刚Biu姐也说到 当时去大陆的时候 都是送口罩给大陆的朋友是吗 对那时候其实是北京刚开始 有发现PM2.5的状态之下 其实造成北京的一些朋友们 其实也开始狂买口罩 那曾经听说过 好像有一段时间是有秋火的状态 那我那时候比较容易被邀请去北京 那我带去的伴手 你几乎都会送给他们活性炭的口罩 这就是让他们觉得 他们出门就是必须要戴上口罩这样子 是就是我觉得 好像我之前对空气污染的一个感受 就是觉得只有工厂冒那种黑烟才是污染 然后当时也没有意识到说 它会对身体有这么样 这么多的不利的影响 那比如姐你为什么会这么早就开始投入了这样的环保工作 在你感觉好像没有很严重影响的时候 就非常热心的从事这样的事情 其实早期投入环保工作 我们最主要的还是为了家庭 大部分来讲 祖父妈妈妈 还是以利己为主 但是你会发现慢慢的 你除了会去想说 如果今天你就把家庭照顾好 但是整个大环境没有变好的当下 其实没有办法改变事实 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把这些小爱 再稍微扩大一点 我们多关心一下社区 多关心一下学校 再来多关心一些社会的事情 其实可以慢慢的去影响到一些人 来一起关心环境的议题 因为我两个小孩都气喘 好 那我们那时候 我在祖父联盟接受到的一些讯息 其实是有很多的物质 它其实是造成现在过敏 孩子的一个因素 比如说我们用一次性的用品 免洗块 比如说我们的垃圾的焚烧 还有就是我们吃的东西的不安全 其实这都是造成 现在目前很多社会疾病的一些因素 那我也因为需要照顾我的孩子 然后我也需要照顾我公共 因为癌症的问题 所以其实我慢慢的接触到了一个很棒的团体 就是祖父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 那时候我就在那边接受培训 在那边接受培训的时候 其实慢慢的你会发现到 台湾还是有一些问题 然后还是需要伙伴们一起去努力 一起去改善的 所以其实就这么一路走来20年左右 就慢慢的看到许多的现况 是可以借由我们一些环保团体 借由政府 借由人民的公民意识的提醒 觉醒 其实我们慢慢可以有改进的 个人的小爱上升到整个对社会的大爱 真的是一种非常难得的这种情怀 就是我们平常谈到说要治理污染 让这个空气更好 更多的想到的都是工厂或者是别人 但是从我们个人做起 然后一点一滴的改变整个大环境 我觉得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 那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的这些NGO团体 他们在两岸的整个环保的过程中 主要都在做一些什么事情吗 其实我们在做两岸交流的部分 我们其实是会邀请中国大陆们的伙伴 到台湾来看一看台湾的环境议题的现场 就拿一个最近的一个例子 是我们才刚是今年4月上个礼拜 才刚结束的一个广州的交流团 我们带他去看的是那个二人锡 台南二人锡的一个整治方案 它是水资源的整治方案 过去二人锡是称为台湾的黑龙江 它的黑龙江 就是说它的那个地方是又臭又黑 然后又污染严重的地方 因为是早期废弃物处理的一个地方 它就是各国的所有的废物金 都到那边来集中处理 那么也经由当地的学者 NGO当地的居民一起把它整治到 我们这一次去的时候 是坐船去走二人锡 然后在走的当下 有两三条鱼就直接跳到了我们船上 非常的惊喜 那可见说它的那个整治 就已经是 非常的有成效 就是已经有看到成效 可是当地带领我们去看的当地的居民 就是NGO的一个伙伴 他就说其实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因为那个鱼还是不能吃 虽然看起来有鱼 过去是完全没有鱼 因为它曾经是有三公里的长度 是全部都是鱼的尸体 所以有一个台南的一个老师 黄幻章老师 他说他在那边 看到那三公里的鱼的尸体 他在那边哭了好久好久 一个男的老师 让人家非常的感动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鱼跳上船上来 但是这鱼里面 其实还是有重金属污染在里面 所以我们在谈整个环境治理的部分的时候 其实不是单一个环境 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问题 这些废物金在这边处理 他们是把废物金用掩埋的方式 所以当这些废物金经过长年的一个作用之后 它其实是污水 就是它会污染到河川 但是他们那废物金除了掩埋之外 它其实弄下来的 不要的东西还用焚烧 那焚烧其实他们检测过 那个地方的居民曾经是台湾癌症的最高的村民 整个我一直在讲说 包括现在中国大陆的一些环境来讲 我也一直在讲 其实除了他们现在在注意的 早期在关注的水污染的议题 再来就是PM2.5的问题 到现在为止 他们其实更关心的是垃圾 整个垃圾围城 那这个垃圾如何去处理 也是他们目前一直在关注的 也一直在想方设法 要去解决的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像我也觉得说到垃圾分类 我就想到我们在学校那边的生活 也是平常只有周三周四 就可以有分类的垃圾的回收 每天要去赶那个垃圾车 然后平常投放垃圾的时候 也会注意的稍微注意的看一下 就是每一种类要放在哪里 然后觉得这样的种方式 的确是可以很好的起到一个 就是如果是掩埋或者焚烧 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对后代 然后有一些可回收的回收的话 的确是会对整个环境来说 也比较好 是 您现在所听到的是 中央广播电台早安台湾节目 我是张婉如 今天我们请到的 陆生聊心事一日主持人 是来自于嘉义中正大学研究所的同学 于秋雨 秋雨跟大家聊到他所看到的环境污染的问题 的确这问题真的非常的大 而且严重 那在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思考说 我们看到的问题要怎么做 这几年呢 宛如也看到我们的受访者 环境资讯协会专业经理 毕如姐做了非常多两岸环境交流的工作 而从今天开始 为期一个礼拜的时间 就有一个两岸环境交流的团体 在台湾参访 详细的状况 我们再把时间交给秋雨 请秋雨来当一日主持人 为我们带来相关的活动资讯 刚刚你也说到 就是有很多的活动 然后我之前有听说 您在接下来的 4月13号的20号 也有一个两岸的地球日建许 说是会到三个不同的地方去参访 然后会想说怎么样 通过环保来反馈一下 在地的经济这一块 我们每年的两岸交流的项目 非常的多元 那大部分会是以当年的 比较重要的议题发生 来做一个规划 那今年地球日的项目 其实是未来地球由我做主 这是一个助纣 而且是一个国际性的 一个大斯诺根 那我们今年也设定说 把整个两岸交流的部分 我们拉到了屏洞 就是南部 那南部我们现在知道 绿囊部分做得非常好 那我们很高兴 有邀请到了我们过去曹县长 会亲自来带大家导览 然后看那个洋水重点的部分 然后我们也到洪辉祥老师 那边去看彩虹农场 跟在彩虹餐厅里面去做一个分享 这个部分我们其实把它设定 是在绿能跟绿色经济 那这个绿色经济除了彩虹农场 是一个以小农在维护当地的一个方式 然后再来产出的一些农产品 是彩虹餐厅可以来使用的 那我们也甚至把它延长到南投 那南投其实是一个好山好水 非常棒的地方 那他们现在也极力的在做一些 有机蔬菜 友善土地的一些耕种 那我们也会在那边 做一些友善土地的一些 呃 餐访跟当地的 他们有成立的一些联盟 我们会跟联盟的朋友们一起讨论 过去年我们有一个海南岛的荔枝农来 到南投看这一个有机 有机跟蔬菜的时候 我记得很有趣的一项是 呃 农场的主人 当场摘了四季豆 要我们试吃 有机其实就是干净嘛 它其实就是可以马上吃 因为它第一个 它不喷农药 第二个它没有发肥 没有肥料 好 结果那个海南的朋友 就扯着我的手 比如姐你千万不要吃 这个吃了会死人的 我说不会 这个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个我们是 他们是经过认证 而且是经过检验的 那个农场的主人就 把那个四季豆摘下来 身上擦一擦之后就说 来试试看 绝对没有问题的 他先吃了 没有人吃得好开心哦 因为那个就是非常的甜 清甜的 那在绿色的经济部分 我们在这里面 然后包括了生态民宿的一个经营 我们如何在旅游当中 可以保护环境 包括跟民宿的主人 如何能够互动 一起把桃米生态村 他们可以做得这么好 那我们会跟当地的民宿主人 一起来讨论 然后一起去看萤火虫 其实每天的夜观都会很精彩 之后我们会拉回来布袋 嘉义布袋 那嘉义布袋 现在有一群人在那边 就是从事一个 产业文化的 创 创意的一个 再造 比如说盐田 早期的盐田 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经济 来源 但是后来我们加入 WTO之后盐 绷架了 就是没有人在赛盐了 可是就有一群朋友 回到了那个地方 他们把盐的文化再找回来 带参观的人去如何赛盐 挑盐 然后如何去养殖 生态侠 然后我们去看怎么样去耕种 有机稻米 然后再回到台北 就参加两天的试集 这是我们今年地球日的规划 从4月13号到20号吧 就是两岸的学生都可以报名来参加 是吗 有兴趣的伙伴们 其实可以再试着跟我联络看看 我们来尽量瞧瞧看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赶快来联络 毕如姐 刚刚毕如姐有说到的这些个地方 然后我就觉得真的 就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 它永远都是城市发展中的一个 怎么样平衡它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然后你刚刚之前我们在聊天中 你也提到说台湾的很多经验 是非常值得大陆学习 然后大陆这几年发展的速度 可能非常的快 但是只强调了经济发展 所以就造成了环境 在短短的时间内急速的恶化 然后凭你这么多年的经验 包括台湾整个在治理过程中的 一些值得学习的地方 你觉得我们就是大陆的话 在做环保这一块 要更加关注到哪些地方呢 这样十年下来 我觉得台湾该可以给大家看的东西 我们都毫不常识的呈现出来 为什么 其实我们一直觉得两岸 其实是非常紧密的 它不管是在我们的情感上面 我们的地理上面 我们都是 应该是非常容易能够沟通的 包括语言 我们没有语言的障碍 那台湾的伙伴们之所以 愿意说一直在提供这些东西 就是希望说台湾过去一些 为了经济牺牲环境的这些问题 我们能够及早的跟中国大陆的伙伴分享 其实也希望是说大家少走弯路 那当大家少走弯路的时候 如果整个中国大陆的整治 环境整治都很好的话 我觉得这是全人类的福气 那因为中国真的太大了 人口也真的太多了 那如果大家都有这样的一点点的意识 我觉得会对整个地球来讲都是一个福音 但是我这里其实还是希望的就是说 其实中国大陆的伙伴 因为经过太长期的被压抑 其实他们在做的时候 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的施展不开手脚 那我其实还是比较会建议是 大家不要急躁 因为其实来参访的很多伙伴 他们会觉得好像台湾可以走到这种地步 我说其实走到这种地步 他其实是经历了十几二十年的耕耘 积累 还有就是全民的合作 包括所有伙伴关系的建立跟策略联盟 所以我都会想说 一届一届来的伙伴们 之后回去都成了一个族群 我们现在有一个2009年的一个比西里岸的一个群组 现在正在筹组 已经筹组起来 我们很高兴的是说 这十年来 虽然办过十年了 但是这十年的朋友都没有断讯 都还一直保持着联系 一直坚持着联系 那所谓的联系则是说 我们可以互通大家的心情 然后大家互相取暖 互相鼓励 互相鼓励 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 希望说中国内地的伙伴们 其实还是如果秉持着这样的一个心情 那大家应该可以比较有好一点的方向去发展 对 听毕如姐这么一说 然后我们大家就知道 就是以她为代表的这一些 以NGO的团体 为整个环保 是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的 那么我在想说 环保这件事情 除了NGO之外 就是我们的政府部门行政部门 他们是发挥一个怎么样的作用 就像说大陆 大陆它环保的话 主要是有一个环保部它在管 然后台湾是由环境保护署在管 然后在台湾这块的话 大陆它的环保部门 其实很多时候是一个 大概属于被架空的状态 就是很多时候并不是很多能管到市 而且地方政府很多时候都是经济主导 很多时候都管不到这种空气污染 工业排放什么的 那么台湾的环境保护署 它在做一些什么 还是更多都是靠NGO在做 应该来说的话 我们都一直在讲台湾是 NGO都跑在前面 因为很多不管是倡议 去宣讲 然后去做一些活动 应该都是NGO先跑 但是NGO跑了之后 其实台湾的NGO很有趣的是 分工分得很好 就是该要去分享的 就是会有人去做分享 譬如主妇联盟的这一群妈妈 他们就很喜欢分享 很喜欢讲 就怕人家不问 不怕人家问 另外就有一群学者 他们很会做一些数据的报告 就是去研究 然后有一些NGO他们就会做论述 其实当我们有这些东西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可以请给政府一些建言 那其实政府应该是从陈水扁时代 应该开始慢慢的会跟台湾的环保团体 有一些接触 因为民进党那个时候 其实是跟台湾的民间的环保团体 有蛮多的接触 然后也因为用这样子才去 可以争取到一些执政的机会 那所以其实台湾来讲 环保署在那个时候 其实有发挥非常多的作用 那也一些官员 一些立法员员 其实慢慢的会到国会里面 来做一些协助 那中国大陆 过去真的常常听到 就是说环保部是被加工的 但是现在因为整个的国际的趋势 然后就是大陆民众的觉醒 其实我觉得环保部应该慢慢的有一些 该要有一些作为出来的 比如说我这一次 上个月班被邀请去穷中 就是海南岛的一个中心地带 那穷中县 那我发现他们的官员已经 他那时候请我们去分享的 不是给一般民众听 而是给他们的官员 给他们的干部 村干部听 其实他们已经都知道说 如果没有从人心来做改变的话 光硬体建设其实是没有达到这样的 对没有达到一些功能的 谢谢毕如姐的分享 然后我也觉得通过这次分享 我有学到很多 然后也希望就是台湾 还有大陆的整个环保 都能够环保之路 能够吸引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参加 然后我们生活的地球也能越来越好 谢谢毕如姐 谢谢主持人 这么美丽 这么年轻 然后也期待我们 如果来台湾交流的学生 或者在这里交换的学生 也可以关注一下台湾环境资讯协会的电子报 其实这个电子报里面 它会有非常多的环境讯息 在这当中 那你们不管是国内国外的 还有就是中国大陆的 我们都会有及时的报道 也非常欢迎大家跟我们联系 好谢谢 欢迎您继续回到早安台湾节目 我是张婉如 刚刚我们的受访者 环境资讯协会的毕如姐 再三跟大家强调说 如果您对环境议题有兴趣 想了解更深入更透彻的话 可以上环境资讯协会的网站 订阅电子报 您就可以定期的收到 两岸环境交流的一些最新的消息 所以别忘了 在网路上您就可以搜寻 环境资讯协会 想参与这样子的一个 环境参访活动的话 也可以跟环境资讯协会联络 好那我们再继续回到 今天陆生聊心事的单元 在这集节目我们请到是 来自江西的姑娘 正在台湾的南部嘉义中正大学 读研究所的同学于秋雨 秋雨今天来尝试担任 我们一日主持人 自己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呢 刚刚跟碧如姐的聊天 真的觉得非常的愉快 然后让我也知道了很多 关于环保的一些新的知识 然后让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一点 就是台湾有一个这个主妇联盟会 然后他就是有几个 关心自己的家人的 这些妈妈们 这些家庭主妇 他们会有这种公民意识 他们会主动的说去监督垃圾车 有没有分类 主动的去行动起来 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在大陆 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欠缺吧 然后也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就是从个人做起 一步步的让环境变得更好 是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主妇的力量 其实从环境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开始 主妇因为是爱孩子 爱家人爱先生的 所以他们集结起来是发挥很大的力量 在台湾主妇联盟 真的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团体 所以不知道秋雨在大陆的主妇们 也有类似就你所知 也有类似的机构吗 据我所知 好像这样的机构还比较少 但是主要也会有 同样有一些NGO的团体 他们也会 就是就自己所关注的领域 进行一些环保的活动 然后大陆那边 我想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的 就是我们大陆也现在比较 强调是区域的这样一种环保的概念 就像我所生活的江西南昌 最近就在09年 有提出一个 泼洋湖生态经济区这样的概念 因为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泼洋湖是江西省 或者是全国最大的一个淡水湖 然后它里面有很多像鱼啊 各种资源很丰富 然后现在就强调说 要把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 然后可能大陆上更多的是提出一些 比较宏大的一些概念 然后这样的一些说法 就会让比如说 泼洋湖的渔民啊 他们会有这种修鱼的意识 就会 修鱼的意思是指什么 修鱼就是说 在某一些 停止捕鱼 对 就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内 他们就不去捕鱼啊 然后一些工厂 他们也会有意识的注意 就是在一个理念提出来之后 可能才会有更多人去行动 而不是说自己自发性的 可能会比较少 而更多的会只是没有一个像主妇联盟这么样的团体 而是说每个人倡导你要少做 要多做这种公共交通工具啊 要节水节电啊 这样的还是会多提的 是或者自己带一些环保袋 然后使用这个能够再次使用的环保块 这在台湾其实都是很普遍的一个生活习惯了 我刚秋雨在访谈当中我也听到说 毕如姐分享到台湾的有机绿色经济啊 像有机的蔬菜 这样子的概念在中国大陆也有吗 有啊 就现在有机食品 还有包括绿色蔬菜啊 这些东西也其实是我们平常在大陆 经常会比较喜欢选择的一些食用的东西 就是现在可能现代人越来越多的 就讲究一个身体健康啊 低胆固醇啊 有机啊这样的一些概念 所以很多时候像我家里 现在也会比较喜欢选择 食用一些这样的蔬菜水果 虽然价位是比一般的蔬菜贵了一些啦 不过有时候你会想 你多花一点钱支持友善土地的这些小农 这也是很不错的 对 好 秋雨最后一点也时间 我们来分享一下 你今天来担任一日主持人 你自己的感想是什么 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然后刚刚宛如姐给我介绍了 央广的整个节目的制作 包括和毕如姐的聊天 也让我了解到了说 台湾的整个环境保护方面的内容 包括说她所了解的大陆和台湾 在环境治理 包括NGO的行动方面的一些差异 我真的觉得自己收获很大 好 谢谢秋雨今天来到节目的现场 我们听她的声音其实还蛮温柔的一个江西的姑娘 好 这个来到台湾 希望你能够有满满的收获而回去 谢谢秋雨 好 谢谢宛如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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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